这次讲十二兄弟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国王和一个王后 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并且生了十二个孩子 可这十二个孩子全是男孩 国王对王后说 你快要生第十三个孩子了 要是这个孩子是个女孩 我就下令杀掉那十二个男孩 好让他得到更多的财产 并且让他继承王位 国王不只是说说而已 他甚至让人做了十二幅棺材 在棺材里装满爆花 还在里面放上一个小瘦枕 他让人把棺材全部锁进一个密室 把密室的钥匙交给王后 不许他告诉任何人 做母亲的现在整天坐在那里伤心 终于有一天 一直和他待在一起的最小的儿子 他给他起了个圣经上的名字 辩雅明 问他 亲爱的妈妈 你为什么这样忧伤 亲爱的孩子 他回答 我不能告诉你 可是辩雅明老是缠着王后 终于逼得他打开了密室 让他看了那十二幅里面 装满了爆花的棺材 他随后说 我亲爱的辩雅明 这些棺材是你父亲 为你和你的十一个哥哥准备的 因为如果我生下一个小妹妹 你们就会被杀死 用这些棺材埋葬掉 他边说边哭 辩雅明安慰他说 别哭了 亲爱的妈妈 我们不会被杀死的 我们可以逃走 可是王后说 你和十一个哥哥逃到森林里去吧 你们要时刻派人 在能找到的最高的树上放哨 注视城堡里的高塔 如果我生下的是个小弟弟 我就生起一面白棋 你们就可以回来了 如果我生下的是个小妹妹 我就生起一面红棋 你们就赶紧远走高飞 愿上帝保佑你们 我每天晚上都会起来 为你们祈祷 祈祷你们在冬天能有炉火暖暖身子 祈祷你们在夏天不要中暑 在接受了母亲的祝福之后 十二位王子便来到了森林里 他们一个个轮流放哨 坐在最高的橡树上 望着王宫里的高塔 十一天过去了 轮到便雅明放哨 他看到高塔上升起了一面旗子 可这旗子不是白色的 而是血红色的 这意味着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当便雅明的哥哥们 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气坏了 说难道要我们大家 为一个女孩去死吗 我们发誓要为自己报仇 不管在什么地方 只要见到女孩 就一定让他流出鲜红的血液 于是他们便向森林的深处走去 在森林中最黑暗的地方 发现了一座被人使了魔法的小空屋 他们说我们就住在这里 便雅明 你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 身子最弱的 所以你就待在家里看家 我们其他人出去找吃的东西 随后他们走进林子去射野兔 野鹿 各种各样的鸟和鸽子 并且寻找任何可以吃的东西 一起带回来给便雅明 让他做好了给大家甜肚子 他们在这小屋子里一起生活了十年 并没有感到时间很长 王后生下的小姑娘 现在也长大了 她心地善良 美丽可爱 额头上还有一颗金色的 星星 一天大扫除 她看到洗的衣服里有十二件男衬衣 便问她的妈妈 这些衬衣是谁穿的呀 他们太小了 肯定不是爸爸穿的 王后心情沉重地回答 亲爱的孩子 这些是你十二个哥哥的衣服 小姑娘说 我的十二个哥哥在哪里呀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呀 王后回答 他们四处流浪 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在哪里 说着 王后把小姑娘带到密室那里 打开门 让她看了里面装着爆花和受枕的十二幅棺材 她说 这些棺材是为你的哥哥们准备的 但他们在你出事前偷偷逃跑了 王后把事情得得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小姑娘 而小姑娘则说 不要伤心 亲爱的妈妈 我去把哥哥们找回来 于是 她戴上那十二件衬衣 静止向森林走去 她走了整整一天 傍晚时来到了这座被人使了魔法的小屋 她走进小屋 看到里面有个少年 看到他长得非常漂亮 而且身上穿着华丽的衣服 额头上还有一颗金色的星星 少年感到很惊讶 便问 你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她回答 我是公主 在寻找我的十二个哥哥 哪怕是走到天涯海角 我也一定要找到他们 她说着 便拿出他们的十二件衬衣给她看 便雅明这才知道 她是她的妹妹 她说 我叫便雅明 是你最小的哥哥 公主高兴地哭了起来 便雅明也流下了热泪 他们亲热的又是亲吻 又是拥抱 过了一会儿 便雅明说 亲爱的妹妹 我们还有一件麻烦事 我们十二个人发过誓 要杀掉我们 见到的任何一个姑娘 因为我们就是为了一个女孩 而被迫逃离王国的 她说 只要能救我的十二个哥哥 我愿意去死 不行 便雅明回答 你不会死的 你先躲在这只桶下面 等十一个哥哥回来 我会说服他们的 于是 公主便躲到了桶下面 晚上 另外十一位王子打猎回来时 便雅明已经把晚饭做好了 他们在桌子旁坐下来 边吃边问 有什么新闻吗 便雅明说 难道你们什么也不知道 没有 他们回答 便雅明说 你们去了森林 我一个人待在家里 可我知道的 却比你们知道的 还要多 快告诉我们吧 他们嚷道 他说 不过你们得向我保证 绝不杀死 见到的第一个女孩 好的 他们一起说 我们饶了她 快把新闻告诉我们吧 便雅明说 我们的妹妹来了 然后 他提起木桶 公主从里面走出来了 只见她穿着华丽的衣服 额头上有一颗金色的星星 显得非常美丽 温柔 文雅 他们一个个喜出望外 搂着她的脖子 亲吻她 真心实意地爱她 从此 她便和便雅明待在家里 帮她做家务 十一个哥哥去森林里打猎 抓来鹿 搬鸠和别的鸟 让小妹妹和便雅明 仔细烧好了甜肚子 小姑娘出去捡柴火 采来花草当蔬菜 把锅子放在火堂上 总是在十一个哥哥 回来之前 把饭菜做好 她还收拾小屋 给小床铺上了 漂漂亮亮 干干净净的床单 哥哥们对她非常满意 和她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有一天 留在家里的公主和便雅明 做了一顿非常丰盛的饭菜 等着哥哥们回来后 一起坐下来 开心地又吃又喝 这座被人使了魔法的屋子 有个小花园 里面开着十二朵百合花 公主想让哥哥们高兴一下 便摘下了那十二朵花 准备在吃晚饭时 送给每位哥哥一朵 但是就在她摘下那些百合花的同时 十二个哥哥变成了十二只乌鸦 从森林上空飞了过去 屋子和花园也立刻消失了 荒凉的森林里 现在只剩下了公主一个人 她朝四周看了看 见身边站着一位老太婆 老太婆说 我的孩子 瞧你都干了些什么 你为什么不让那些花长在那儿呢 那些花就是你的哥哥呀 他们现在要永远变成乌鸦了 小姑娘哭着问 难道没有办法救他们了吗 没有 老太婆说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办法 能救你的哥哥们 可这个办法太难了 你不会愿意用这个办法救他们的 因为你要做七年哑巴 不能说话也不能笑 要是你说了一个字 哪怕是离七年只有一个小时 你的一切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他们会因你说了一个字而全部死掉 公主心中想 我知道 我一定能救活我的哥哥们 于是 她就走到一棵大树旁 爬上去坐在上面仿沙 既不说话也不笑 说来也巧 一位年轻的国王 打猎来到了这座森林 国王有条大狼犬 他跑到公主坐着的大树下 不停地围着大树跳上跳下 对着姑娘 吠叫不止 国王跟了过来 看到了额头上有金色星星的美丽公主 一下子就被他的美貌迷住了 他大声问他 愿不愿意做他的妻子 他没有开口回答 但微微点了点头 于是 国王便亲自爬到树上 把他抱下来 放到马背上 带着他回到宫中 庄严的婚礼壮观 而又热闹 可新娘却既不说话 也不欢笑 他们一起幸福地生活了好几年 国王的母亲 是个邪恶的女人 开始说新王后的坏话了 她对国王说 你带回来的姑娘是个穷要犯的 谁知道她在搞什么鬼名堂呢 就算她是个哑巴 就算她不会说话 可她总能笑一笑吧 从来不笑的人一定心肠很坏 国王起初不相信这些话 可她的母亲一直在她的面前念叨 而且总是说 王后干了这样那样的坏事 到后来 国王终于被蒙住了 而且判了王后死刑 王宫的院子里点燃了一大堆火 王后将被这堆火烧死 国王站在楼上的窗口前 眼泪汪汪地看着 因为她仍然深深地爱着王后 就在王后被紧紧地绑在火刑架上 红红的火蛇 开始吞噬她的衣裳时 七年的最后一刹那 终于过去了 空中传来了一阵呼啦呼啦的声音 十二只乌鸦飞到这里落了下来 他们刚落地就变成了王后的十二个哥哥 他们拆掉火堆 扑灭火焰 把他们的好妹妹放了下来 并且亲吻她 拥抱她 王后现在终于能开口说话了 她把自己当哑巴 从来不笑的原因告诉了国王 国王知道她清白无辜后 非常高兴与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直到白发千古 国王那邪恶的母亲受到了审判 被塞进一只装着肺油和毒蛇的大桶 死得很惨 A Tisket A Tasket A Green and Yellow Basket I wrote a letter to my love And on the way I dropped it Dropped it I dropped it And on the way I dropped it A little boy he picked it up And put it in his pocket A Tisket A Tasket A green and yellow basket I wrote a letter to my love And on the way I dropped it Dropped it I dropped it And on the way I dropped it A little boy he picked it up And put it in his pocket A Tisket A Tasket A Tasket A green and yellow basket A Tasket A green and yellow basket I wrote a letter to my love A Tasket A letter to my love And on the way I dropped it Dropped it A I dropped it A Tasket A letter to my love And on the way I dropped it A little boy he picked it up and put it in it's pocket I dropped i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